好了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台长 未来的准弟子向师父请安 哦 准弟子 我是1976年1月熟吐的 麻烦师父帮我看一下 我是75年12月份的 感觉一下是熟吐的 还是熟龙的 我不知道 72年熟什么 76年1月份 熟吐的 过了年了不了 没有 谢谢 之前就是 之前是龙是吧 之前是兔 兔是吧 是 谢谢 这个也要问我的 我不准确是熟吐还是熟龙 兔 谢谢 请问师父帮我看一下 我的子宫肌瘤 谢谢 医生建议我做手术 问题你不止一个 是的 鼓掌 有三个 你现在几岁啊 三十几啊 41岁了 41是吧 你是在 现在吃全素了没有啊 吃全素了 师父 你再过一个月 再去验一次吧 好的 谢谢 你许个大愿吧 许个大愿之后 过一个月 一验一次 如果缩小了 你就可能就可以免出一刀了 听得懂吗 听懂 如果不行的话 你去动手术去 好的 一个月之后吧 我需要一个半一个半月吧 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和放声 小房子要念 108张 你现在都挺好的 你已经有菩萨保佑你了 谢谢 谢谢菩萨 谢谢师父 小亚洲 你应该做梦做到 天上的 师父 我梦到你们帮我做针灸了 现在看到了吗 你们最好找关心谱一下 听得懂吗 台长没那么大法力的 请台长帮我看一下 我的眼睛绯闻症很重 谢谢 兔子是吧 对 是的 谢谢 左眼 特别厉害 是的 很厉害 这个也是蛮痛苦的病 你能不能多喝水啊 喝水 就这两天喝的少一点 你这个兔子要多喝水啊 好的 你要看你这个图腾是白兔 你为什么穿得这么深啊 你的图腾是白的 所以你们知道 每一个人的图腾 都有他自己的颜色的 如果像你这种人是白兔 你必须多穿白色的衣服 你就会很幸运 包括你去interview 去跟人家接触 人家一看见 看见你白的衣服 人家就会对你特别的感兴趣 对你特别的好 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 师父 我想问一下 我念经的时候 白天还挺正常 到了晚上 我坐在佛堂旁边 总是感觉旁边有光 我一看的时候又没有了 我不看的时候 就有光一直在闪 刚刚我就看到你 菩萨在边上 你是护法神在你边上 感恩菩萨 感恩护法神 感恩师父 你今天晚上 你待会回去磕头的时候 你就求菩萨帮你 把肺闻症治好吧 很容易治的 你自己要点一个眼药水 就可以了 点一个眼药水 然后小房子要烧 对着这个肺闻症 要烧108张 好的 好吗 请师父帮我看一下佛台 谢谢师父 蛮专正的 蛮好的 观世音菩萨 佛台都蛮好的 感恩师父 看下我家有没有灵性 师父 谢谢 家不大 还蛮干净的 谢谢 没什么灵性 好吧 师父 今天没时间了 否则我帮你 肺闻症治一下 你马上就好了 师父 看一下我自己身上 有没有灵性 感恩师父 谢谢 这几年是什么呢 熟兔的76年1月份 看一下我打胎的孩子 有没有念走 就是打胎的孩子 谢谢 是的 赶快把它念掉 还缺49张 好的 感恩师父 49张念掉 再加上108张 你不要管了吧 你就108张 包括绯闻症 包括子宫肌瘤 一起好好念 好的 好吧 放生多少条鱼 谢谢师父 这小鸭子身上光很亮 不知道为什么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很好 你很干净啊 我看你男女的事情 你很干净 你好像没有什么男女事情 身上很干净 感恩师父 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啊 感恩达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台长师父 好